大家好,我是阿辉 这是昨天吃剩下的一碗米饭 米饭不要再炒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吃法 大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剩米饭倒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面粉 适量的淀粉 加入一大勺辣椒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然后将它们充分的翻拌均匀 拌匀后再下手揉成面团 如果感觉太粘手的话 可以再加入适量的面粉或淀粉 最后将它揉成团即可 然后移到鞍板上 案板上撒上一层干面粉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给它压一下 然后像这样反复重叠 给它多按压几次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劲道 而且不易断 压好以后再将它整理成一个圆形 接着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 最后擀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厚度大约在0.5厘米左右 用刀将它切成细长条 顶部不要切断 然后第四刀切断 全部切好以后摆在蒸锅中 盖上盖子水开以后蒸10分钟 接下来碗中加入两勺辣椒面 一勺自然粉 一勺五香粉 少许的食用盐 一小勺白糖 一勺熟芝麻 用筷子将所有的调料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腊条现在蒸得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像这样已经完全定型 就说明已经蒸好了 然后我们将它取出来放凉 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倒入调好的配料 开小火把它们炒出香味 现在香味已经出来了 简直是太香了 然后放入我们做好的辣条 把它们充分地翻拌均匀 使辣条上都裹上一层料汁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美味的自制辣条 就这样做好了 辣条这样做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都特别的喜欢吃 自己在家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现吃现做 口感特别的劲道 有嚼劲 做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